各位藏友大家好 今天咱们和大家共同建上两件百花的大盘子 为什么拿这两件百花大盘子呢 就是给大家区分一下他们的年份 哪个是真民国 哪个是假民国 首先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左手拿这只百花的盘子呢 是去年大概在11月份12月份 山东的某位藏友给我寄过来的 当时呢他想把这个出掉 让我帮忙 我说这个东西啊 给我寄过来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说这东西不到民国 当时这位藏友跟我说呢 现在啊网络上啊 或者各种某专家啊 都当民国的卖 我这个手机里边呢 有聊天记录啊 我就不给大家放了 我说这个东西呢 在我这里没当过民国的 给大家说过 我们今天分享的知识内容呢 就是拿这两件盘子 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左手这只不到民国 右手这只纯正老民国 我们看他的材料 看他的胎质 看他的瓷质 还有看他的化工 首先我们看这件东西 这件东西大家看啊 很多藏友如果经验不多的话 容易把它看成是新的 大家看啊 他这个瓷质很光亮 这件东西不是新的 这件东西是五六十年代的出口创汇时期的 首先我们看他的化工 大家看 他这种百花的化工 材料非常薄 啊 这个牡丹花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啊 他这个红色的地方 过渡性跟传统的坟采 有截然不同的区别 他好像一个钢笔水 点到这个地方一样 过渡性非常差 然后我们看这件 大家看这件 这个地方呢 过渡性啊 非常的柔和 材料厚实 大家看了吗 这是传统的坟台 这是玻璃白啊 加了乳酌效果 等这个就没有啊 因为这两个盘子呢 比较大 我拿着不方便 大家看了吗 这只是这一个地方 其实每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它的材料 都是非常薄的 厚实程度 跟这个都没有法比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种材料 传统的坟采 是这样的 然后啊 我们看这件胎质 大家看 这件胎质啊 非常的干老 这件胎质 这个底款呢 是大清乾隆年制 这是个寄托款啊 它的年份 是民国时期的 这个百花的题材词器呢 咱们给大家分享 个一大捧盒 原始产生于清代乾隆时期 所以说好多落乾隆款 还有落光绪款的 等这件胎质 大家看啊 它看起来非常新啊 这个东西呢 也不是新的 这是五六年代的 它看起来很光滑 其实它的密度性很小 你用手上手一体会 它俩啊 就截然不同的区别 密度性很小 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种 你吃这个面包 大家吃的 是不是啊 外边这个面包皮很光亮 其实呢 里边跟风波状似的 这个就是密度小 但是这件东西 确实不是新的 它底款呢 落了一个大清 也是乾隆年制 然后这是右面 这个右面老到程度 跟它比起来 大家注意看 也有很大的区别 其实有些仓友啊 收藏这类百花瓷器呢 不会买这种当民国的 好多都是经验不多的 然后呢 我们看它口言的苗金 这个苗金啊 我们很多瓷器都有苗金 为什么这个苗金 在瓷器上边冒桶啊 瓶上面都容易脱落啊 这个没有脱落 这个金的老到程度 也不一样 大家看它的苗金 这个口言的苗金 跟它比起来 自己看一下 有区别吧 这个明显的偏嫩 明显偏嫩 这是呢 我前几天收的一个百花大盘子 正好呢 我拿这个 跟大家对比讲解一下 大家看这个蓝色的粉彩的地方 这种老到程度 再看这个 这种小薄彩 这个地方 一目了然的看起来 我给大家呢 录这个视频要比较简单 因为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百花的大粉丝 结合着我这个视频呢 看一下 提醒大家 买瓷地的时候 这种东西不到民国是五六十年代的 不管网络专家或者直播间怎么说 大家千万要注意 这两个大盘子呀 一会呢 我把镜头啊 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看一下这种材料 就知道了 然后呢 昨天有一位藏友啊 私下里问我 说这个盘子怎么是双底呀 大家看啊 这两个盘子都是双底 什么叫双底呢 内外全族 这个内外全族啊 藏友说呢 不就是康熙游吗 他说他看书本上 大家把这个观点记住了 这是非常错误的 民国时期 晚清时期 都有这种双底族啊 在民国时期呢 这种双底族也居多 它是仿这种康熙的 我们康熙大盘子呢 经常看到这种双底的 就是外边一层 里边一层 这个叫双底 这个大盘子里比较大 直径的37.5 材料呢 非常厚实 这是传统的百花 视频呢 介绍的比较简单 大家着重 记住三点 第一 这种百花的瓷器 产生于清代乾隆时期 乾隆皇帝呢 喜欢这种 富丽堂皇的瓷器 所以说呢 百花瓷器应运而生 第二呢 这种五六七的 跟民国的怎么区分 咱们给大家说了 第三点呢 稍待着 给大家说了 这个底 单底跟双底 不只是康熙时期有双底 晚清时期 都有这种双底 这个大家呢 看书本 不要死套理论 我们玩瓷器一定要多上手 下面呢 咱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呢 再简单的看一下这种材料 再看一下这种底 就可以了 这些视频的目的呢 咱们就达到了 现在呢 咱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了 我们首先 看这一件 百花的材料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吧 这种玻璃白 加粉的乳酪效果 这个盘子比较大 我拿着比较纯 比较费劲 看一下它细节的地方 然后再看这个 我跟大家说了 这种呢 好像我们滴这钢笔墨 巴往这点一点 看了吗 这材料也非常薄 平铺直续一样 这个呢摸手 用手摸上去呢 都是各手的 像这个地方 这种劳采在其他的 不单是百花瓷器 其他的民国时期瓷器 像晚清瓷器上边 这都可以作为知识要点 像这个一目了然 重点呢 大家看它的胎质 这个胎质 很多人看上去 认为是新的 这东西不是新的 就是五六十年代的 其实它这个胎质呢 看上去很干老 也确实是这样 但是它的密度性差 我们再看这一件 大家看这个胎质 在晚清光绪时期 这个胎质 老民国时期 这个都可以套用过来 这个胎有结合处 大家看这一侧 这个两个款呢 都是乾隆款 这个呢写的比较潦草 像我们这个呢 就是晚清啊 老民国的款 大清乾隆典质 这是六字款 这种百花的瓷器呀 起源 就是在乾隆时期 这一点呢 大家要记住 你别弄过明代的 百花瓷器 那就让人弄出笑话来了 我给大家录这个视频呢 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咱们之前给大家 讲过这种百花的大捧盒 历史起源呀 大家可以参照那个 重点对比着 就是学习一下 民国时期的这种百花 跟这种号称民国时期的百花 是有截然不同区别的 咱们藏友在收藏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这种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苗筋啊 这个筋的老到程度 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个 这个筋粉 再看这个 这个东西 看的一目了然 知识点呢 就这么多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咱们介绍的比较简单啊 看这期大盘子的视频呢 结合之前这个 百花的大捧盒啊 看一下 重点的这期视频 是给大家区分一下 这种百花跟这种传统的老民国 清末时期的百花啊 是有截然不同区别的啊 大家在收藏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啊 这种百花 这种是五六十年代的 它也不是新的啊 我们还是大句话 只讲收藏事实 不讲简陋故事啊 大家呢 多上手一些 多体会一些 少看一些理论 同时呢 给大家回答了 这种双底的瓷器 大盘子 在这个民国时期也有 在这个康熙时期也有 不像书本上 某些书本上说的 只有康熙有 大家呢 学习词器 理论结合实际 实际经验 占主要部分 百分之七十八值 理论是提升升华的 刚开始 你上来就看书本 你这词器绝对玩不好 书本上写的 都是按照这种样本来写的 但是每一件东西啊 只是套用的关系 不是完全照干照抄 每一件东西都不一样 感谢大家的欣赏观看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呢 欢迎大家糊弄留言